大家好,又是我King Sir,跟大家見面,今天請來我另外一位地產界老友,他就是帝王集團香港董事總經理趙昔浩先生,下一回歡迎你 你好,King Sir,我知道你是一個發展商世家長大的,我相信你爸爸也做了很多豪宅和商下,我相信對你的成長也有很大的影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對你有甚麼影響 初初畢業回來的時候,我其實是讀工商管理,可以說對房地產的了解真的不是太多,回到香港之後就去了爸爸公司幫忙,叫做學師,也有很多師傅,各方面都不懂 各方面都開始摸,其實地產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因為牽涉的範疇很廣,從發展市場財務 工程和計劃,其實很多的東西都會有影響,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意學難精的東西來的 很有慶幸地去了爸爸,那時候都做了八年多九年,那時候都學了很多東西 小時候已經開始,我家人買甚麼買,沒有你這樣買,起樓,我家人還買凍肉 我小時候幫家人叫雞翼,六七歲放了學之後,沒有東西做,因為是半天而已 他回家,兒子有沒有東西做,做三空貨,吃完飯,三點鐘就開始了,叫雞翼 這樣就買,我相信你那時候會不會跟著爸爸出去看看地盤,談談生意 你那時候想要怎樣看,爸爸和爸爸聊天,你很努力集中看看爸爸的人談生意 怎樣看,怎樣管理地盤,那時候有甚麼心得 有的,他有時候也會帶我去看地盤,譬如說這裡這樣建,那段時間又去看一看 說真的,那時候都是中學,都要懂那麼多東西,所以那時候都是看,只有一個字字 原來這樣,原來要建樓,要賭石屎的,即是很簡單,很基本的東西 但你說真的可以學到東西,是後來真的在他公司做事情才能學到那些經驗 即是計劃,籌劃,例如拿地,計成本,市場走勢,銷售 但問題有很多,那些朋友說,發展商賺很多錢,是嗎 好像那些測量師說,買塊地回來就五千元,建樓建三五千元 然後賣出來就一萬多兩萬元,起成倍,其實是否這麼好賺呢 其實發展商,我覺得其實這樣說不公平,因為其實風險也是高的 香港我們也試過,1997,1998年後市倒下來了,沙士之後也試過 那麼2008年那時,金融海嘯又試過,其實有時候地產,即是有人說,你好賺啊 那麼他甘心大,他數目大,但是其實風險對他來說其實高的 譬如說,今天地產界本很多的挑戰,譬如說成本上升 那你說從建築上面,或者地價,即是現在有些,經常說一些舊的土地 想向政府申請保地價,時間又長,時間長了,那些又是成本來的 那其實我認為是很不公平的,即是說發展商賺很多錢 市好的時候,那些人當然覺得,哇,當然好,看到賺錢 但是前面那些辛苦,或者前面那些風險,那些人是不看的 那麼如果反過來看有些人,即是出了事那些,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去可憐他呢,所以我覺得要拿一個平衡 這是一個社會,大家要明白,每一樣東西都其實勤有功 反過來很多東西都是有時看眼光,就算有些人買股票也是 我說買完之後,哇,升了很多倍,他會發達 那麼有很多人出了事,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要去一個平衡心去對待他 那也是的,因為我剛剛之前幫另外一個節目,做一些拍片 那去到見到一個,啊,就是白石哥那邊 是,賣1萬3元呎,哇,旁邊賣2萬元,2萬2元去不了貨 現在要劈價去1萬3元,然後1萬3元算下去,地價,加上建築費,加上一些成本 其實差不多打和而已,就是很幸運 如果譬如市房,現在穩定了搞和而已,到時候譬如樓市跌了兩成 可能真的要進入局,因為要拿錢,但問題不是要扎在那裡嗎 所以來說都是有一個風險的,而且現在的息口有升 所以我覺得這些風險其實是有存在的 另外呢,其實呢,我已經知道你,也幫家人 跟過很多不同的大小型的項目 那麼多的項目,你有沒有誰比較深刻一些 或者有什麼困難在那時候 有兩個我覺得挺深刻的,簡單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回來香港的時候 2006年,回來開始在爸爸公司幫忙 爸爸馬上說了兩三句話,你去馬來西亞吧 我說,馬來西亞? 即是被他去過 他說,馬來西亞吧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吉隆坡家裡有一個項目 去到吉隆坡那時候,第一人生龍不熟 很多人自己要摸 第二件事,去到那個項目我們正在賣尾 這個大廈就很有趣的 這個大廈現在今天還在這裡 我們家族都還持有一部份 就在商紙塔附近而已 不是太遠 兩三分鐘的 落成了嗎? 落成了 現在有一期 另外二三期他們還在這裡搞 為什麼很深刻印象呢? 因為那個大廈埋味 上面高層和下面兩個盤頭來的 即是一個,但是上下層兩個盤頭 你說基電啊,所有其他的consulting 又是自己的自己 為什麼呢? 那個上面那個發展權 那些面色就賣了給另一個發展商 那我們就保留下面那一部分 所以出來的時候 整件事就很多事情要夾了 你知道判頭其實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做工程 實在是自己想自己 我當然好 你那些是你的事 我做我的 我即使不夠冷靜 反過來很多事情就會出問題 那時候進去又要安撫他們 你們搞定它 兩三個月 我的target那時候是三月 我的target我八月 我們要開始要搞 campaign 我說我老闆要帶一些banker 所有人要來 我一定要搞定它 不停地哄他們 那就慶幸地就趕得及 也都ready到我deliver了我的任務 即是我的任務 即是很明顯是你 即是爸爸給你指命 你考驗一下你那個能力去到哪裏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那些事情 你自己不推到那個位置 你人沒有壓力 你是不會長大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你可以說叫做有危險有機 但我覺得是一樣的挑戰 另外呢 第二個 第二個是內地 我們有個項目 現在是深圳的 都已經落成了 那個項目那時候 因為我們 龍華一個 對龍華一個 我們買了一塊地回來 因為之前那個判頭 又是個大判 本來接種我們的工程 爸爸就說這個就給他做 也是招標的 後來這個判頭 因為那時候 深圳的市場 在零幾年的時候 不是太成熟 即是說它的法規 所有事情不是太成熟 所以後來是怎樣呢 那個判頭就扭計 錢就做不到 即是那些扭計 我爸爸就說 好了 鬆手一點 給你一點 他後來真的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呢 因為內地不同 香港 我們可以拿一個 通訊號 我們就走進去 他做不到下的原因 是什麽原因呢 純粹他拿了些錢 但是他 那時候不是太正規 不是太正規 那時候 國內的工資 那時候不完善 其實現在很完善 現在內地你說 譬如說江浙地區 廣東省 其實很完善 即二三城市 我不敢說 但其實那些地方很完善 即地貸全部有規規矩 還有加上 現在的政府 習製大利的政府 其實他們好看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跟以前的情形 真的不一樣 變了很多 講回剛才的情形 他們後來就不肯走 要走的時候 那群工人就搞事 搞事怎樣呢 搞到圍著那個 我們龍華的街道辦 那個政府 找人 找兩三百人圍著 就說 發展商不付錢 我們沒有錢 其實我們就給他了 後來就 老爸說 你上去幫忙 明天設定 我怎麼協調我 兩三百人在 就照去 所以就去 然後去到政府那裏 政府第一件事 麻煩你先付錢 先讓我解決了問題 不要令到我都要難做 我沒有所謂 我們政府擔保 我們就做 後來就 都解決了一件事 但是中間 很多裏面的點滴 今天未分享得到 也都有一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有些人 會有一些 恐嚇成份的事情 你知道 去到那些時候 就會有的了 我們都是 平常心面對 托賴後來就 有另一個 判頭進來 這個就 有些交情 知道他做好正規 就接助這個判頭的事情 知道你了 剛回來的時候 就是 家裏 我們叫做 太子仔 太子仔有很多老臣子 去護駕 好聽是護駕 不好聽是他的制肘 其實就是捏著你 不讓你做事 不讓你做那樣東西 走錯 但問題是現在你出來 自己有生意 你覺得 有甚麼困難 有甚麼分別 跟以前 分別很大 分別是絕對很大的 因為 就說剛才我們 改了工程 繼續講工程 例如下去看地盤 那些 即是 女判頭 或者那些 consultant 或者就職職師 一定 看到前面 有個地方 有個crack 在那裡 或者有些甚麼 走不走遮掩 看完 沒事 看完了 看完喝茶 我去喝茶 那些我從來不去喝茶 跟他們 Bernieff說 行了 沒東西可以了 有甚麼的話 我們電話再談 即是幾乎打發你去 當然是不想你 在那裡 架架陣 把工作 那些東西 那時候 老實說 學到的東西 真的很有限 因為很多他們 會有心的 掌握著 不只是談佈相關 就像談判家 談判家 辦公司 當然他們經驗 不夠充足 但是有時候 他們也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未必接受到 現在的新事物 我肚子走了十幾十年 你走到來 兩三年後 你要改 我的生活模式,我全是用開紙,全部簽名,全部所有東西,我們做回檔案,你叫我去擺伺服器 那時候,零幾年開始,真的很多東西要行IT化,要行伺服器,那就是怎樣? 又要加cost,有所有東西,他們很多這些東西會抗拒 剛才說的那個工程的問題,好了,去到自己出來有工程公司 因為我們現在那間公司,我們有兩個部門,一個是做design and build,還有做A&A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做回自己的地產investment 有時候,我們變了坐下家,那些人走過來,我們看完沒什麼東西,你等我交流才給你看 因為落到地盤,做到一半,一定會多東西,有些人要收拾 那這件事,各個角色不同了,那你就明白那時候,為什麼那些人經常叫你喝茶 你還要喝茶,那我就會,有時候的心態,原來坐下家,那時候有很多東西,不是你所說的事 of course,你以前是業主,上面就報一個老闆 現在你接工程來做,那上面一定有老闆,那別人的公司可能又會有政策 那這些可能就要解決,對他們講清楚 去到後面,我又有個砍頭,因為香港現在,人是很缺 就是那個勞動市場,那個建造業是很缺人的 就是你,油漆也好,木工也好,所有都很缺人的 不然轉過來,你有錢就找到這些人幫忙 有時候真的說,原來這個人長期都跟我們合作做的 還有,有時候有很多師傅真的講義氣 你不能逼他過來,我多錢,多錢又怎樣 你多錢,你多得政府給錢嗎 政府現在請一個紮鐵的工程,可能出來三、四千元 或者你其他的工程,你政府一定可以給一個premium 政府的工程,你私人private sector 沒辦法跟你搶 所以有時候的東西,我覺得出到來,有時候這些是一個關係 還有有時候,上和下的關係是真的出到來才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我絕對是覺得一個磨練,又不叫做不同角色 由上家,上門搶家,到下門搶家 完全是一個人生的一個歷練 所以很高興,今集請到Harwood跟我們分享一下他自己的一些經歷 下一集繼續有趙悉浩跟我們繼續講講 未來的樓市走勢和香港的一些政策 怎樣去發展 下一集同一時間再見,拜拜